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拥有它 JQ行李箱 直播卖自由品牌行李箱 网友的焦点却全部走歪 不断留言问烟怎么卖 可以装几条烟 箱子装得下9800条吗 我说现在香烟 要不敢不敢跟你买 这个不是啦 还在聊香烟 还用你的照片 买香烟 香烟没有 去超市买啦 直播叫卖商品 再次被有关香烟流言 不断洗版 小翻众人 台湾艺人吴宗憲 近来有些无奈 这一切只因为 延烧岛内的香烟走私案的主角 与其同名同姓 吴宗憲三个字 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我们有办法想象 我们有官员 竟然会利用陪同出访的时候 向华航采购了这么高额数量的香烟 那同时利用今天礼遇通关的机会 要夹带出镜 22号 所谓时代力量明代 在黄国昌出面开记者会爆料 直指隶属于菜办示威市的台安全部门少校吴宗憲 涉嫌利用蔡英文参访的勤务 透过华航高层在系统后台预定9800条香烟 总金额高达645万新台币 其中9200条透过华航空除仓库 由5辆货车运送 被新北市调查处截获 另外600条烟则被官务署在机舱行李内查获 撕烟案就此拉开大幕 23号 黄国昌再开记者会 点明台安全部门和华航 那5台车谁派的 公务车 派去再撕烟 谁派的 敢说不知道 说吧 至此黄国昌开启了一日一爆料模式 将焦点对准了运送撕烟的5辆货车 5部货车 谁派车的 跟我说他们不知道 的确不是 那5部货车 昨天又继续的去追查货车的下落 我找不到那个货车 请问这个货车现在到底在哪里 那就请示威士告诉大家 派车单是谁签的 没有什么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连派车单白纸黑字的东西是谁签的 都不能告诉大家吗 我们却看到也有官员做出不化情势 这一方面已当严查严办 华航全面展开行政调查 对于此案我绝不护短 那华航所涉及的疏失跟责任 就责不上限 私烟案延烧台安全部门首当其冲 其中台安全部门少校吴宗献 以及同事张恒佳遭检方申请羁押禁件 两人犯贪污重罪 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开罚1亿元新台币 而其余8名共犯 包括台安全部门官员以及司机 分别以20到50万元新台币交保 裁判27号也针对管理督导缺失 公布惩处名单 对相关人做出记过处分 迅速切割止损 但再往上呢 由未可知 倒是台当局的危机处理 让人叹为官职 25号蔡英文一再审隐后终于现身 定调这是长久以来的陋席 我们这个长期累积的这些陋席 那我们看到的是体制管理的机制 跟执行法律的中产 对我来讲是难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事情 蔡英文化讲的义正言辞 而蔡办的检讨报告则大打模糊战 称此陋席从李登辉时期以来就有 陈水扁 麻英九统统也免不了 多个民进党籍民旦也帮着止血 拿出数据指控走私香烟漏袭 行之有年 26号下午蔡办召开记者会 发言人黄崇燕一度指媒体称 走私是模糊焦点 他还再次强调 利用领导人出访超量 订购大量免税烟品 是历经多个时期的积息 这样的说法也许才更像是模糊焦点 这件事情的本质 那么就是利用出访期间 来超买这些免税烟品 是一个长期的状况 超买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 但是在法律的评价 这个是司法机关 他要来进行做他的法律评价 以超买取代走私权势案件 迅速引发岛内舆论反弹 蔡英文27号 不得不第三度亲上火线说明 并首度公开向民众道歉 对于这一类的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那么所引发的这个弊端 那么这个弊端的长期 在这个政府的系统里面 没有被找一些被发掘 被改革 那作为领导人 那我必须要表达一个歉意 超买购买跟走私 其实两个说思很大 你有没有觉得 在睁眼说瞎话 他们在新边十点 所以那个走私叫做超买 那以后贪物叫为民服务费用 特勤借着保护蔡英文的职务之便 犯下走私重罪 蔡伴的态度看起来却是不道歉 不反省也不改进 甚至将国民党的质疑 形容为庞生枝节寒沙摄影 外界认为 高层与其花时间检讨案件 为何会爆发 不如痛定思痛 主动调查并将真相公诸于事 别再用漏洗两字 试图掩盖真相 好名字 千万要做好事啊 哎呦 这个不行啊